沒有人提醒祂、幫助祂 即是因為沒有人栽培祂 或者沒有一個好的榜樣 就令到祂的靈命軟弱 我都見過很多次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們帶了人信耶穌 我們不要就這樣放手 就當沒事 是真的去關心祂 首先我們重溫 就是我們首先要幫人清除得救 就是我們幫祂不只是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即是兩樣一起的 口裡應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 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就是祂信耶穌不只是心信 祂有表現出來有果子 這就是得救的方法和得救的表現 得救的方法一定是相信 但相信之後祂自然又會有果子 而且信耶穌是一路信到底 不只是現在信 而是一路信到底 這些人是真正得救的 真信耶穌 真悔改信耶穌 重新得救的表現 因為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幾處的經文 第一個就是 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你怎樣記呢 很多時候我用數字記的 八二十六 這個十六 除二就是八了 這個經文是重要的 就是說到聖靈來到 保衛斯來到 就叫世人為罪 為二位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就是為一個人得救 你怎樣知道得救呢 就是他裡面會有知罪的心 他會自己知覺 就算沒有人告訴他 他自己會覺得犯罪不行 覺得是得罪神的 是會想悔改 想耶穌赦免的 就證明他有聖靈的內住 如果他沒有聖靈的內住 他就不會有這個知罪的心 那為罪 就是為了他所犯的罪 自己責備自己 為義 就是神吩咐我們遵行的 義就是神的 要我們遵行的戒命 行神的公義 就是神想我們怎樣做 他做不到的 我們為這件事而責備自己 為審判 我們將來要受審判的 自己責備自己 這個就證明他是得救 這個第一個表現 第二個表現就是 但是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沒有人有稱耶穌為主 就是他會有 繼續有聖靈的感動 他信靠耶穌 拿著耶穌 這個就證明他是仍然得救的 就是他會繼續信靠耶穌 做救主 然後就有得救的果子 這三方面 一方面就是知罪 繼續知罪 第二方面就是繼續信耶穌 第三就是他有生命的果子 而生命的果子 在這裡我列出有六類 而六類呢 六種 即是六個果子 六個果子 而分開三大類 第一大類 第一大類跟救恩有關 因為信耶穌的時候 就是悔改信主 他會繼續悔改離開罪 以及繼續信耶穌 這個就是跟救恩有關的 第二跟神的關係有關 就是他會繼續親近神 會愛神 第三跟行為有關 就是會遵從神 和侍奉神 凡得救的人呢 他繼續會悔改認罪 如果他犯罪也不要緊的 他呢 傷害人也不要緊的 做錯事也不要緊的 甚至呢 就看一些色情的片 或者心裡很多情慾 都不覺得有問題 這個是他生命有問題 這個呢 就是他那個得救是有危機的 他需要真心悔改 知道罪的可怕 因為罪是會破壞他的生命的 第一就是他繼續悔改 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而一定跟耶穌的關係 就不會說 只是在教堂祈禱 回家又不祈禱 一定是日常祈禱 而這個關係有程度 就是說 每天都讚美神 多謝天父 從神得力 每天都這樣親近神 自然就有力量 也都第一條最大介面 就是愛神 全心愛神 看眾神 就是神是這麼好的 我就是愛祂 愛神代表什麼呢 就是喜歡親近祂 感激祂 喜悦祂 遵從祂 侍奉祂 這些都是愛神的表現 愛神不是就是 我愛你神 我愛你 一定有表現出來的 行為就會遵從神的戒命 因為稱呼主 主的人 不是個個都能夠入天國 唯獨遵行天父子 才能夠進去 而最後一樣就是侍奉 如果完全沒有去祝福人 侍奉可以是幫助人 鼓勵人 為人祈禱 傳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這些都是侍奉 任何地方的榮耀神 都是侍奉 所以得救的人 必然有這類的果子 可能有些人會比較弱 我們就不會說 你都沒有侍奉 你還未得救 譬如他有改變 他真的有處理生命 他有離開罪 我們都說他是得救的 但我們告訴他 聖經吩咐我們 都去榮耀神 去侍奉神 去傳福音 建立靈命 教導他告訴他 聖經也說到 將來有一天 我們都在神面前 就好像耶穌 好像牧羊人 將羊分開 綿羊和山羊 綿羊是有做在主的特殷身上 山羊是沒有做在主的特殷身上 有做在主特殷身上 那些是得救的 那些沒有做在主身上 就是不得救 他知道明白 基督徒每一個都應該去幫助人 尤其他們去不到天堂 有些人不得救 我們需要去幫助他 這就是侍奉 讓他知道 我們應該是結果子 而基督徒裡面自己有動力 譬如我一信主 我自動就告訴很多人 我不是 教會都未說 我已經是去告訴別人 真的有神 我們接下來說 就是每日更生的重要性 即是信了耶穌之後 每日更生 為何要更生呢 因為我們信了主之後 其實是一個寶寶來的 我們裡面仍然有很多污畏 軟弱 很多不好的習慣 但有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穌 很久都被這些控制 甚至有些人在侍奉 都一樣被一些脾氣控制 容易發脾氣 容易發脾氣 容易被砍不做事 即是和人有關係上的問題 因為他為甚麼呢 他沒有留意生命需要更生 我們學習全面性的更生生命 首先就是生命提升 有四樣的動力 我希望大家記實這四樣的動力 第一 就是神充滿愛和大能 祂又很愛我們 祂有一切大能 因為在神的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是出於你 即是神可以叫我們個個變為 尊大強盛有能力的 被神祝福的 去祝福人的 個個都可以的 其實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會 向人傳福音 去改變人的生命 這個都是神使用我們 而可以擴展的 譬如我們去宣教 大家就可以受訓練 去幫人 你幫幫人 就發覺心裡有火熱的心 我想幫更多人 第二 就是神很愛我們 祂在我們中間 因我們歡恩喜樂 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神 很歡喜 很喜歡我們 想提升我們 第三就是愛、親近、遵從、侍奉神 一定蒙福 神為愛祂的人 如非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 所以愛祂、遵從祂 祂一定很喜歡和祝福 而第四就是犯罪 不遵從神 不發揮生命 一定有破壞性 就是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即是一個人浪費生命 一定有破壞性 那這四點 我希望人 大家都在心中記實 就是神這麼有大能 祂什麼恩典都能給我 第二 神叫我成為寶貴 第三 我一聽話我遵從神 發揮生命 神就喜歡 第四 我一不聽話 就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神就幫我發揮生命 像我一樣 我是盡量去找機會 去祝福不同的人 我今早也去回我以前的 慕會 我信主的教會那裡講到 那我就 有個心 我也跟祂表達 我說我很想祝福這個教會 很想幫助 義務來幫助 去提升這個教會 有些人都回應 覺得我很真心地去幫助他們 就是擴展我們的領域 可以盡量祝福更多人 比如一開始 開始回宣教 我又開始帶你們去宣教 這個就是去擴展我們的領域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更大提升 更大給神使用了 好了 我們先講一講 先講動力 第二 就是 重生是什麼 重生就是神的靈 進入我們裡面 將我們轉為一個新人 即是本來是一個罪人 我們現在都是罪人 我們都是有罪性 不過我們的罪 我們悔改是神 是赦免 但我們又有異人 又是罪人 我們兩樣身份 即是我們又是罪人 仍然會犯罪 但我們都是異人 就是耶穌稱我們為異 我們兩樣同時都有的 我們重生 即是我們本來是完全是罪人 是沒有新的生命的 現在神就將我們這個生命 轉為一個新的生命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聖靈的工作 但同時我們都有罪性情 但一個人越聽話 越親近神 越親近神 那些人 那個舊性情越低落 越沒有力量 譬如當我們每天都 譬如你讚美神 感謝神 譬如在聚會裏面 你不會想到去罵人 去傷害人 去得罪人 你不會想到這些不好的事情 但當一個人 每天都沒有親近神 又沒有回聚會 又經常都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他的心想什麼呢 哎呀他真是壞 我真的要罵死他 我真的要整一下他 傷害一下他 他的心裡面 就會安裝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要留意 原來我們越親近神 我們平日都更多 經常都讚美神 你的心裡面 這個新聖情 這個舊聖情 你的新聖情強 你的舊聖情就弱了 如果新聖情弱 有些基督徒是這樣 經常都被人影響 經常都發脾氣 他的聖情就強了 所以大家都可能見過一些基督徒 我見過一些基督徒 真的他的生命是很破 很多問題的 經常都發脾氣的 經常都受傷害的 經常都激氣勞嘈的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說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為他的新聖情很弱 但我們每一個真正重生 都一定有一個新的開始 這個圖有什麼開始呢 有起落 會自動抗拒罪 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都沒有人教我 我自己懂得知序悔改 我問了一個同學 我問為什麼現在我犯罪 覺得不舒服 他就說聖靈在我心中居住 但他說完這句 又沒有繼續說下去 他就知道我剛剛信耶穌 剛剛他們帶我去報道會 他們看著我信耶穌 但他又沒有問我 這件事我回想 當時那些同學帶我去的人 他們好像沒有這種 關心別人得救和成長的心 那神就給我這個很強的心 就是我見到人 我就會關心他 你的生命怎樣 你想更加進步 但我不是一種吹逼的方法 而是一種 你有很多恩典 神給你很多恩典 你越走神的路越好 那這個神的吹逼 在裡面有動力 好了 這就說到生命有什麼改變 有起落又抗拒罪 又喜歡神又愛慕神 哇神真的好 這件事也是有程度的 譬如我自己是很喜歡神 因為我經常想到神 那些好東西 我經常都想的 什麼東西都是好東西 我見到任何東西 我都覺得好東西 甚至有時候我見到人有病 我都說 多謝神 當我們沒有病的時候 身體很奇妙 當有病才發覺 原來的那麼多不行 都不行的 那我就更加喜悅神 做我們身體很奇妙 還有聖靈的工作很奇妙 而且就會說我錯了 即是一個人重生之後 他就會知錯 又會彼此饒恕 以善性惡 這些就是人得救之後的表現 好了 這個圖就表現一個初得救的人的表現 他初頭知罪信靠耶穌 當然這個知罪信靠耶穌是一次過 不過我現在用這些斗 發牙來比喻 他就開始有喜樂平安 又開始悔改離聚 開始有生命的改變 這是初得救的表現 好了 但是如果他又得救 不過他又被人影響 被人影響也在乎他怎樣反應 有些人被家里迫白 越迫白 他是越強烈信靈也有 我當時我信主也是 有些人迫白 但我堅持 我神如此討論 我不被人影響 但有些人被人迫白 馬上離開神了 或許有些人 去教堂 跟我去玩 去開派對 這樣便會被人影響 活在罪中,或者他周圍的人都在罪中 注目了自己,哎呀死了,我很可憐 哎呀,那些人欺負我,我很苦,很苦 他經常注目了自己 以及忽略神,就沒有想到神多好 就好像將這個新的生命踩,踩就死了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生命 千萬不要讓他踩死 不要讓自己踩死,又不要讓別人踩死 亦都我們幫人信耶穌 就不要讓他的生命,被魔鬼再一次破壞 破壞了,他又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我們就留意了 而聖經講到,我們穿上這個新人 我們一起讀歌羅西書三章十節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生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他形容好像穿這個新人 我們有這個新人,我們穿這個新人 有神的聖情,神的喜樂,平安,力量 這個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生 好像做他主的形象 兩方面,一個是知識上 第二方面就好像變成主的形象 即是有主的平安,喜樂,愛,憐憫這些聖情 神是有很奇妙的形象 神又將他的形象賜給人 即是神那種憐憫 可以給人 我們發覺那些人越愛主,就越像耶穌那樣憐 而被神更生,就是有主的形象 而如何得到神的各樣祝福呢 即是一個人如何提升呢 就是愛耶穌,神就為我們預備 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先求神的國和義,這一切就加給我們 遵從神,就是聽神的道是有福的 以神為樂,神就叫他成價地的高處 因為越走神的路,神就必然提升 生命就必然得力 並且有神就會給各樣的恩賜、智慧 我自己在信主之後,我就發覺 其實我小時候說話是 因為家人是沒有什麼鼓勵我們說話的 沒有什麼機會給我們說話的 所以我小時候說話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說了一句就停了 因為覺得那些人不聽 所以我就沒有繼續說下去 但是當我信耶穌之後 我就開始分享 我回到教會分享,發覺和家人很不同 跟家人聊天很不同 跟家人聊天,說話他們不聽 但是在教會的時候 我分享他們會很留心聽 我覺得很被鼓勵 我記得我第一次回到團契的時候 坐一個圓圈 我就分享我自己的那時候的經歷 還有當時我來說 我還沒有很肯定認識神的 我都說出我這個掙扎 我說出我尋有關於神 知道神是真的 我跟他們分享 他們坐在那裡聽 我發覺他們在留心聽我 給我很大的鼓勵 這也是在神 令到我在教會裡面 開始會分享 還有我們出去傳呼聲 我們有一次牧師答應我們出去傳呼聲 他就教我們怎樣給我一些經文 我一直都寫在 好幾本聖經我都把那些經文寫完 但現在我已經將它編了一些 以及加上一些 成為一個得救的經文 這些都是神在我裡面 賜給我這個動力 我後來在外國回來的時候 我爸爸問我 你說話那麼噁心 怎麼做牧師 我告訴你 我現在很不同 真的跟小時候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知道 知道原來神就會各樣的提升 各樣的聰明智慧 神都可以提升 我有一次 在彈琴有一個牧師 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好像你跟我從小時候學彈琴到現在 我說我不是從小時候學彈琴 我三十多歲才學彈琴 我學彈琴學了一年 但是他是從小學到大那種 我是大過才學的 但是有些人 有一個教琴的老師 他是八級鋼琴 還有他是教琴 他看到我彈琴 他說你怎麼彈的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彈了出來 我先看看 我要分析自己怎麼彈 我彈了一下 彈到一些方法 是我之前都沒有人教過我的 我自己就彈了出來 我就將他慢慢彈慢一點 然後展示給他看 他發覺很難學 因為我是很自然流出來的 這個也是神的恩賜 就是神所給人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越親近神 和越操練去侍奉神 又去操練各樣的東西 學習不同的東西 其實我很想大家 學一下彈琴 學一下彈結他 學一下唱詩歌 敬拜讚美 一起參與 在侍奉裡面 學一下輔導人 讓多些人參與 你又成長 我們的群體又成長 希望大家都願意 我們去宣教也有個機會 讓大家去幫助人 講到有些人 他們生命不成長的時候 聖經也有警告 講到以弗所教會 耶穌責備他 就是他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祂說你要悔改 你不悔改 我就將你的登台 講到七登台 就是將你的教會從圓處拿去 這個講到如果不悔改 就可以失去那個教會 即是說我們如果 我們失去了起初的愛心 愛神的心 愛人的心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真基督徒是會愛神愛人的 我剛剛聽到一個消息 覺得非常之驚訝的 我不說人名 這個講出有時人的問題有多大 給我們一個警戒 有人去了外國告訴我 他去到一間教會 發覺那個牧師 向一些教友推銷 推銷 他做那些直銷的 還有給他很多壓力 還有說你要把這個產品賣給十個人 他欠兩個 他不斷催逼他 跟他聊天 就好像關心他 關心他 快點找這兩個人 這個人覺得很大壓力 他不是跟我溝通 因為他不認識我 但我們有一個以前的 我們群體中的一個 其中一個教友 就告訴我這件事 他問我怎麼看 我說其實 其實牧師作 譬如做直銷 不一定是錯的 好像保羅也是職帳篷 我們做外面的工作 不一定是錯的 不過 教會是應該從錢銀分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教友或者牧師 在教會裡面推銷 譬如我跟你聊天 那些衣服有些很漂亮的 又便宜的 又漂亮 又漂亮 很漂亮的 你想買嗎 而我中間 我是拿了一些佣金的 那時候 有些人就開始批評 牧師 你買衣服 你為了自己的利益 有沒有跟教會的利益衝突 我就說 他做推銷不是一個問題 不過他不能在教會推銷 如果在教會推銷 他就會跟他做的工作衝突 那些人就覺得 懷疑你 你是不是真的傳道 你想去賺錢呢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他一定的生命 不讓這件事影響 而這個 這個人跟我說的人 就告訴我 他說他 給那個人很大的壓力 那個人甚至想離開教會 或者不想做這個直銷 那他就問我 他不做這個直銷 仍然在這個教會 如果他仍然在這個教會 那是怎樣 他說 怕牧師對他不好 那我就說 如果因為這件事 牧師對他不好 這個牧師不僅有推銷的問題 他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生命問題 他沒有珍惜人 就是說 你不聽我說去推銷 那我就會零眼相看 我就不會理你了 我就不會這麼關心你 哇 這件事很有問題 我不知道牧師是否會這樣 我不知道 不過只是現在發生的事 那我和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都分辨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生命 我們是愛耶穌 愛錢 我們賺錢是不錯的 不過我們不可以說 為什麼在教會裡面 不要有直銷呢 因為原因是這樣的 你自己做在外面 任你做的 你上YouTube 上Facebook 宣傳多少 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在教會的時候 你又和那個人關心他 又傳呼音 然後你就說 喂 我有一個產品 你買吧 然後他就覺得 咦 我回來教會 就有人推銷 哇 這個人的教會 是推銷教會 我是不是繼續回去 他就會開始質疑 這個教會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覺得 在教會裡面 是不適宜有這些 推銷的行為的 是因為會换到人的 如果他自己 譬如說 有時候分享 我知道他是做燕疏的 有人說 自動找他 我需要買燕疏 我找他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他不可以 逐個人去找 喂 我要 我做買燕疏的 你需要燕疏嗎 很好的 你又有燕疏 又有儲錢 這個儲錢計劃 很好的 很划算的 這樣的時候 在教會裡面 就造成壓力了 所以我們分辨 我們自己 到底我們愛神 因為愛錢 我們到底愛人有多少 就是真是說 人是寶貴 其實你認識我 你見到我 有時候有些人 都很困難 我都繼續幫忙 為什麼呢 我覺得有時候 人是很難改變 但是這個是他的軟弱 他軟弱也好 耶穌都憐憫他 耶穌憐憐他 我也憐憐他 我就不會說 我幫你十次了 其實有時候我幫人 都不止十次 我幫你一百次 但是我都說 我都會繼續幫他 只要他肯給我幫 他不肯給我幫 當然 不可以幫他 但是 總之我們 體重人 因為他是寶貴 也不是這樣說 喂 你是第一間教會 那間教會沒那麼好的 你快點離我們教會 這樣又不對 那些就叫做體重 我的事工 不是體重 他的生命 他來得到祝福 我樂意祝福他 但是我不會說 你離開你的教會 因為這是他的選擇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分清 所以當那個人問我 關於這個人 他是不是要離開教會 他說這不是我們決定的 他自己決定 他自己衡量 他分辨這個牧師的心態是怎樣 所以我們要留意 我們信耶穌之後 我們的愛心是怎樣 對人怎樣 對神是怎樣 還有有些人 既如溫水又不 也不冷又不熱 耶穌說什麼 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套出去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很多人 耶穌是覺得 你是又不冷不熱的時候 耶穌都想把他套出去 當然耶穌是憐憫的 譬如有一個比喻 有一個人把一棵無花果樹種在葡萄園 葡萄園很肥沃 種一棵無花果樹 應該會結果子 誰知道他三年都沒有結果子 主人就說 不如把一棵樹撒掉 也沒有用的 但管員就說 給我一個機會 我在他周圍挖開土 加上分 看看他結不結果子 不結果子才斬 在神裡面 聖經也有說 不結果子的樹 就撒下來 雕在火裡燒了 如果一個人 是完全對神的事 是沒有熱切的心 的時候 神都會覺得 這個人真的沒有果子 他生命有問題 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將他套出去的 當然 那個人是得救的 神不會真的 將他趕走 即是說他得救 不過很懶很懶 神不會踢走他 不過神是會 在他的公義來說 他覺得這個人是沒有生命的 神是不喜悅他的生命 當然神是想幫助他 我也希望大家都看到 這樣的人 都會幫助 譬如你回到教會 真的有人是這樣的時候 你也會幫助 這就是我剛剛所說的比喻 講到三年 在無花果樹找果子 但是 神的心依然想給他機會 好了 我們講一下怎樣更新 第一 為喜愛耶華的律法 奏夜思想者人 變為有福 神的話語是很好 但是很多人 不喜歡讀聖經 我記得當時 有一個教人跟我說 他說 牧師 我讀書的時候 我都不喜歡讀書 即是上學的時候 我不喜歡讀書 現在我回教堂 要讀書 要讀聖經 他說我很不喜歡 即是他不喜歡讀聖經 有些人又覺得讀聖經很悶 很悶 我講一下我初初看讀聖經的時候的情況 當我知道神是真的 真的有神 因為我研究 真的證明有神 我就在我家裡 看到書架 有一本 細本的新約聖經 我就問我的弟妹 是誰放在那裡 我妹妹就說 她去過教堂 有本新約聖經 即是送給她 她就拿回來 因為當時我們也是在棚外地 所以基本上可能是同一教會 我就說 因為她又沒有讀 我說你可不可以讓我讀 她說好 我一看的時候 因為當時我相信 知道有證據證明 神是真的 耶穌是真神 我就看聖經的時候 看到耶穌如何憐憫人 耶穌如何行神跡 耶穌說話的權並 我看的時候 很吸引 我很快的聲音 新約聖經就看幾寸 很快看完 看完一次又一次 雖然有些人不明白 但有些人不明白 但有些人不明白 我就會偏向她 不明白的 我下一次 有時回到教堂問人 我發覺有些人都不懂得回答我 有些人回到教堂一輪 都不懂得回答我 但我一直看的時候 就越來越明白更多 也聽到的時候明白 後來看書 我發覺當時 在信主教會 我成長最快是看書的 這些教會的書 是在那時候的圖書館裡有的 其實現在上網是有很多 不過你要分辨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尤其是東方閃電 這個全能神教會 它有它的模式 你一看就認得了 你認得 你不認得 你問我 我給你看看怎麼認得 他們的教導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從聖經 即是看聖經 去思想 因為我很喜歡神的話語 每一句都是有恩典的 譬如這句說話也好 這句說話說到 神的話語 我們就夜思想就有福了 喜愛神的話語 我們時時都會找到神的屬性 神什麼屬性呢 是神 令到神的話語是可喜愛的 神的話語 有很多人 有些異教徒 他們看到聖經 都覺得聖經 真的很有能力 很有安慰 神的話語是令人喜愛的 是可喜愛的 所以我自己第一 就是神是可喜愛的 他令到他的話語可喜愛 還有他賜給人喜愛神的話語的心 在我初信主我已經喜歡看聖經 之前我曾經在一個教會做青少年工作 其實我做學生工作做過很多 那時候有另一個傳導人在一起 後來他是做了牧師的 他就跟我說 你每次都是講聖經 因為他們的團契 我當時就在一個教會做學生工作 我回來之後沒多久 我就感謝神 我做報道會 很多學生信耶穌 因為他高班那些之前已經聽過很多道 低班那些 整班起身信耶穌 全班起身信耶穌 所以我們的團契是滿了人 我們有不同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有 他學校分開有中文和英文班 中文的就是下午 英文的上午 這是初中的 我們在初中的英文班有一個團契 高中的英文班有一個團契 然後高班的有團契 那你也都教會有不同的團契 那很快那些團契都坐滿人 就是很多人參加 那那個傳導人就說 你每次都講聖經 但是他們就不是的 他們有生日會 遊戲日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但是我呢 我一樣會有活動 一樣都會有一些活動 但是我主要都是講聖經 而且我講聖經的時候 講出神的美善 所以他又覺得 那些學生又很喜歡聽 又經常都留在教會 很喜歡參加團契 那後來在教會 又邀請那些學生 回教會的團契 即是開一個團契 專門給學生 那他們又回來 他們每次都是聽聖經 都是很歡喜的 所以神的話語是令人歡喜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個 原來喜愛神的話語 神叫我們喜愛 神的話語是可喜愛 祂會改變人的 就夜思想 經常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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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那時候 我信了主 沒多久 因為我暑假 我就去託汽水 我曾經可以託三盆 不過你現在不見到那種汽水 木箱 那麼長 那麼闊 就裝 看看 是一瓦汽水 一瓦 那時候的瓶 一瓶瓶 那些 我背部可以託三盆 的那些 小汽水 大汽水 托兩盆 去送那些汽水 那他有個汽水車 但是很多時候送完 就有空 那個司機就載我們某某處 就在這裡休息了 因為他又不想這麼快回廠 回廠 廠就說 你這麼快做完 我給你多一點做 那麼他就做完 那我就想想 反正有空 我不如買一本小的聖經 很小的 那我的短褲 袋子就代了一本小的聖經 那時候就拿出來念 去背聖經 還有思想聖經 在這個過程 我就背了很多經文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這個人時時思想神的話語 就有福了 所以我們就教導人 你去看聖經 你去思想神的話語 反覆思想 為什麼是這樣呢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最重要是看聖經 是思想的 這些重點字 我們去留意 怎樣讀聖經和靈修呢 第一就是讀經 靈修最好在早上 或者在其他時間都可以 不過在讀經之前 可以在讀經之前 可以唱詩歌 讚美詩歌 和討告 順次序讀幾次新約 才讀舊約 讀舊約的時候 都同時讀新約 因為舊約呢 舊約的靈修性 沒有新約那麼強的 因為新約很多經文 我們立即可應用在靈修 但舊約 有時講先知書 有些很長篇 是我們不能夠即時應用到的 所以讀舊約 是需要的 我們明白神的工作 神的作為 和神的聖結公義在舊約 更加看到的 我們就讀舊約的時候 都讀新約 初讀聖經的時候 可以忽略不明白的部分 即是不明白的 有一句跳過去 然後遲些問其他基督徒 也可以用筆畫重要的經文 還有神就給我一個方法 紅藍綠 如果大家記得 紅就是恩典 就像耶穌的補血 就是神的恩典 所有神的應許 是祝福的 那些我們都用紅色 藍就是相反 就是神的警告和懲罰 然後綠色就是成長 譬如說愛神 討告 讚美神 憐憫人 遙書 這些就是我們應該做的 我記錄完幾本聖經之後 我一看任何經文 我即時看到 任何的地方 任何地方是好的 譬如這個 剛剛這幅牆上的經文 就是七位天使吹號 天上有大聲音說 世上的國 即是世上的國家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世上的國家都要過去 所以神 祂是掌管列國 列國在祂手中的 這個就是恩典 就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祂要作王 祂是做王的 祂是一個得性的神 直到永遠 祂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祂不會有一天死了 祂是永遠遠的 所以這裡已經看到幾樣的恩典 這些都是我一看經文的時候 我馬上看到 還有我聽別人說話 我聽到什麼 譬如有一個人經常都說 很壞 很壞 這些人真的不好 或者跟別人說話的時候 你要多看一些聖經 這些是沒錯的 不過這句說話 就變成一種督促 督促未必代表改變人 我們用恩典推動人 我們說什麼呢 神的話語很豐富 你看聖經 你有默想 你有思想神就喜歡 還有神的應許 就進入了腦 神的話語就改變你了 你就更有力量 有喜樂 有平安 有什麼煩惱 立刻想到這些經文 用恩典推動人 就不是吹逼人 當人一吹逼人 我一聽就已經知道 因為我分辨聖經 分辨慣 別人說話 我就聽得出 他到底是什麼方式 例如你聽我講道 我不是吹逼你 快讀聖經 快讀聖經 我告訴你聖經多好 這樣來鼓勵人 讀聖經 這個方法 人們聽到就會覺得 神原來有這麼多好東西 那就更有動力了 然後第四點 就是思想和應用自己能夠明白的經文 深信在背重聖經中的應許和金句 就是思想和應用的金句 就是深信和背重聖經中的應許和經文 就是深信 神話了 愛他的人 又為他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二朵未曾聽見的恩典 我就深信 我就背了他 第五 就可以同時讀一些靈修的材料 但是讀靈修的材料 不能取代讀聖經 就是可以讀一些靈修的材料 第六 長時間投入讚美神和愛慕神 可以經歷神秘的平安 生命就更被更新了 就更有能力 很多人他只看聖經就是知識 但是沒有能力 因為他沒有讚美神 沒有愛慕神 他心裡很重淡 所以就沒有什麼大的能力 這個經文就是講到我們將神擺在我面前 經常親近神 在我右邊就不知遙動 我的心歡喜快樂 我肉身也安然居住 就是講到親近神愛慕神 神的同在 即是有神的話語 有神的同在 我們就會心靈歡喜 肉身安然居住 我又講一下怎樣祈禱 教人祈禱 其實你們認識的 不過我現在是教你教人 那怎樣祈禱呢 就是用心靈誠實祈禱 不要只是用頭腦祈禱 不要祈禱的時候 只是好像傳電郵給神 就好像神啊 我要什麼 我要啊 我要一部手機 我要什麼什麼 我要結婚 我要什麼什麼 我要升職 麻煩你給我 這樣 不要只是給個清單神 而是去讚美神 因為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我們不用一定要講 神才會做的 神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愛神就會做的 也都是每一次都應該反思自己的罪 向神真心悔改 和求赦免 有什麼做錯的地方 聖靈會提醒我們 即我到今天 我都會發覺 有時我有時 說一些說話 說得不好 我會留意到 我就回頭和那個人道歉 即會想到一些 我說得不好的地方 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就會道歉 第三 用心靈歡喜快樂 感謝讚美愛慕神 即是教祂學習 用心靈來讚美神 那第四點就是 祈禱得力的鎖匙 神一定喜悅 我們親近祂 所以我們親近神 所以好喜樂 就是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 我一讚美神 神就歡喜 我一遵從神 神就歡喜 所以我們每天都可以開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這個方法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有幾個人在用這個方法 即是你一讚美神 神夠歡喜 所以我可以開心 我一做神吩咐 我就開心 有幾個人會這樣做 我希望大家都這樣做 每天都說 我現在感謝神 但不是驕傲 不是說我感謝神 很厲害 而是說我感謝神 神就歡喜 所以我可以開心 是一個用神的方法 來欣賞自己 鼓勵自己 第五 就是為教會周圍的人 世界和自己討告 求神祝福 和興起更多人侍奉神 耶穌叫他們 求莊架的主 差派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架 所以這個祈禱 求神興起更多人侍奉 是很重要的討告 我們為教會討告 為周圍的人 為教會 為復興宣教時供 叫我們能夠祝福更多人 祝福更多的國家 興起更多人 最重要是你們興起 還有為世界 現在世界很多戰爭 求主憐憫 有很多國家 他們是沒有自由信耶穌的 求主憐憫 我為了一些國家 他們沒有自由傳福音 我都為他們祈禱 求主憐憫 也要求主快點回來 因為他們越來越長的時間 聽不到福音 我求主憐憫 我也要求神 用他的神職的方法 因為有些人呼求神 他們沒有聽過耶穌 但他們會看到耶穌 這是真的發生的事 我求神用這些方法 去拯救一些 他們沒有機會 聽到福音的人 還有為自己 為自己祈禱 最主要是為自己發揮生命 就不是為自己 我要減肥 我要健康 我要開心些 我要結婚 不要只是為自己需要 神知道了 你需要的神已經知道了 也不是說 你不要為了祈禱 你生病就為病祈禱 但不用每天都說 神我仍在病 麻煩你快點快點快點 不用吹逼神 神知道了 求神祝福 和興起更多人事奉 和我願不願意事奉 求主興起我 留意和分辨神的感動 順從神的感動 原來 在祈禱的時候 會有神的意念 和思想聖經會有神的意念 就要留意 神有沒有東西跟我說呢 我們留意這六點 第一 心靈誠實 不只是用頭腦祈禱 第二 悔改認罪 第三 歡喜快樂地讚美神 第四 我讚美神 神一定喜歡 所以我要開心 第五 代討 為到周圍的人 為世界代討 第六 留意神有沒有聲音給我們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教別人 如何祈禱的 真信主的果子 我們之前說過 就是有這類的 但我們今次就停在這裏 好 我們停在這裏 討論問題 待會討論什麼呢 首先講到更生生命的動力 記不記得那四點嗎 這裡寫了 第一 神充滿愛和大能 第二 神極愛我們 第三 愛親近遵從事奉神必無福 第四 犯罪不遵從神一定有破壞性 好了 我們跟一個人聊天的時候 我們首先幫祂了解 祂有沒有動力呢 你相信神愛你和有大能嗎 你相信不相信 祂能夠凡事祝福你呢 因為有些人不相信 有些人是覺得 信耶穌是一種宗教會動 回到教堂 和生活沒有什麼差距 你信不信神真的掌握一切呢 你覺得神的祝福是否很重要呢 第二 你相信如果你不遵從神 和不讓神更生的時候 有效果嚴重 一定有破壞性 即是祂沒有被更生 第四點 記不記得動力嗎 第四點 第三 你有動力幫助自己 被神更生和遵從神 你有沒有動力呢 我們怎樣可以有動力呢 可以和祂溫回這四點 即是怎樣有動力 待會在你分組的時候 你就可以操練了 用這四點 你想不想神是掌握一切 你想想神祝福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提升 你可以更加喜樂 平安有力量 整個生命提升 你想不想呢 我們怎樣可以得到這些力量呢 然後就講到思想聖經那裡 有沒有什麼原因激勵我們喜愛神的話語呢 那是一個答案 我們知道答案的意思是甚麼呢 你幫助人的時候 你讓他們知道 原來神的話語帶著寶貴的應許和教導 為甚麼我們喜歡讀聖經呢 因為聖經有很多應許 那些應許祝實 神會喜悅和祝福 也賜給我們力量去跟從神和遵從神的 第五 我們要練習思想神的話語 就夜思想 譬如馬太福音11章28節 怎樣去思想 我舉一些例子 重擔是怎樣痛苦法呢 還有重擔 第二 為甚麼耶穌能夠有能力次安息呢 祂有甚麼能力呢 第四 祂的安息有甚麼寶貴呢 耶穌的安息有甚麼寶貴呢 我們怎樣可以得到安息呢 即是讓祂看得到人的痛苦 神的能力 神的寶貴 以及怎樣可以得到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思想經文的一些方法 你也可以用其他經文去思想 思想神的話語帶給你有甚麼感受和幫助 譬如思想員有甚麼感受 然後這裡講到祈禱 好了 你懂不懂得怎樣祈禱呢 這裡我簡單地說 就是稱呼天父或耶穌 用心靈 不要只是用思想 悔改求主赦免 感謝和愛慕神 為人討告 留意和信從聖靈的感動 祈禱奉耶穌命 我就想大家放在記憶 當你現在幫一個人 怎樣祈禱呢 我告訴你 第一 你就親愛天父或親愛主耶穌 然後這樣說下去 你將我的內容記得 你將來看見一個人 你就不用再看一張紙 怎樣祈禱呢 我先看一張紙 即是我們記憶了 怎樣去跟別人解釋 怎樣祈禱 你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平安慶省呢 這就是神臨在 給你的祝福 給你的祝福 你留意到便會幫你得到神的祝福 原來祈禱會平安慶省 即是神臨在祝福你了 信神 城 Perm qualcosa 稱呼로ically祝福 讓神比我們一斟的祝福 讓祝福ài Scoville 稱呼 以及如何去看圣经 思想圣经 然后如何去祈祷亲近神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一起站起身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破口的地方 我们可能信主的时候是热切的 但如果慢慢有时会软弱 失去动力的 求主施恩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悔改的心 求我们不要走冷不结果子 求我们不要不冷不热 求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 求我们保持这种热切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动力 就是说知道我们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 一定神欢喜 神一定祝福 所以我们有动力去遵从神 我们都提醒自己 我们不遵从神一定有破坏性 求主施恩帮助我们 多去思想神的怀疑 多去祷告 赞美神 神一定欢喜 帮助我们将圣经的话语存在心里面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好 第一分组 我都鼓励大家 我们这里有两个经文 打出来给你们的 你可以在小组的时候 试一下 念一下这些经文 开始背金句 开始在小组里 练习和背金句 OK OK 字幕志愿者 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